这一集是112年学年的学测数A类的考题 它在第一部分的第二题 也就是单全题 我们直接来看题目 座标平面上 以原点O 在这边有个图 原点O为原心 E就是一个单位 我们以一个单位为半径做图 这个是一个OC是一个单位 画到这边A OA也是一个单位 OB也是一个单位 做图 分别交坐标轴正向于A跟B 做正向AB两点 也就是说在第一项线这边交由AB两点 那做出一个圆骨 上取一点C 做圆的切线 从C这边去做切线 交两轴于第一两点 那如图所示 叫OEC OEC OEC 它的角度是θ 适选出tangentθ的选项 我想同学也认为很大 为什么这个字我沾在黑板的大部分 因为这一题真的太简单了 你几乎用不到什么计算 那其实认真看直接用看就可以看出题目了 只要认真的把这边看 答案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了 那当然我们先复习一下 总是要花一点时间 不然这一片会太短 所以我们就稍微复习一下 所谓三角形的三角函数 我们基本上在高中 现在就比较专注在sine,cosine,tangent 那早期有sine,cosine,tangent,tangent,second,cosecond 那现在我们就是以这个角度 以这个三角形来做例子 这叫ABC 假设它是θ 所以我们就复习一下 如果今天角度主角是θ的话 那以它来看的话 sinθ是谁呢 sinθ就是以这个来画 这是一个s的一个槽写 就是sin θ就是ab分支 就是斜边分支 所谓的斜边分支ac 那ac就是它的对边 那再来cosθ呢 cosθ就从这边这样画下来 也就是一样是斜边 针对斜边分支 它的零边BC 所以也就是说sine跟cos 都是针对斜边跟对边 斜边跟零边之间的关系 那但是如果碰到tangent的情况之下 tangent的情况之下 就变成是体 这个形状的话 以它当作角度主角的话 它的零边 所以就变tangent c就变成零边BC分支 对边ac 有了这个基本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涂掉 这个是最基本的 你会发现每一个选项只剩下一个线段 所以当我们在做刚刚的三角形的三角排数的时候 不管是sine coside跟tangent 都会有分子跟分母两个线段 那也就是说 我希望我的分母可能是1 那要找到分母是1的话 当然在这边有一个很关键的数字 就是我们以谁当作半径呢 以单位1是半径 所以我们尽量让分母是1来做我们的一个解法的一个基本的走向 所以在这边我们来看呢 如果这是θ这是脚1这是脚2 这个是90度 因为你是切点这是90度 所以θ加1就是90度 那1加2也是90度 所以脚2也是谁呢 脚2也是θ 所以我现在的关键点就是我看在这边 所以我们就练成说 在三角形OCD中 但我们就在这边 tangent theta会是谁呢 我们就找tangent theta 它的0边会是谁 就是OC 那它0边就是OC 太棒了 因为0边OC就是单位1 那它的对面就是谁呢 CD 所以答案呢 就是1分之CD 答案就是CD 就是我们的答案 所以第五题就是我们的答案 在学测中